联盟大事 场外风云 白话美之兰 一起聊个球 我是老白 今年夏天NBA交易市场动静不小 随着NBA工资暴的攀升 陆陆续续也诞生很多大合同 杰伦布朗五年3.04亿美元 浓眉三年1.86亿美元 NBA历史军心榜单 在不断刷新记录 实际上很多球员如果有得到超级顶薪的机会 恐怕都不会拒绝 但是也有例外 事情还要从去年休赛期说起 勇士在一年前4年1.09亿美元续约维基斯 4年1.4亿美元续约普尔 普尔在续约后 上赛季成为勇士队内不稳定因素 和老将搞对立 场上各种低级失误 放手段消极代工 最终导致勇士场赛季被胡人淘汰出局 今年夏天 追梦格林主动跳出价值2700万美元球员选项 和勇士许签一份4年1亿美元的合同 起薪只有2200多万美元 无形之中帮助勇士节省了几千万美元奢侈税 勇湾区专栏记者克罗普夫的话说 勇士在过去几年时间里 球队薪资一直是联盟第一 但除了库里值得拿超级顶薪之外 其他人都没达到标准 不知不觉 新赛季也是克莱和童年 4322万美元 克莱的未来在呢 从9月起 就有湾区媒体透露 克莱和勇士都有意继续合作下去 但是双方可能面临的最大问题在于 勇士认为克莱的市场价值 与克莱的自我认知存在巨大差距 不然不可能序约谈判如此缓慢 克莱上赛季常规赛场 具21.9分41.2%的三分球命重率 季后赛场具18.5分36.8%的三分球命重率 常规赛数据不错 季后赛打呼人那轮系列赛 克莱的表现近乎灾难 甚至在出局之战中 克莱投出19中3的糟糕表现 而克莱汤普森接受采访 也谈到了这件事情 只言自己不行了 自己相当的赖 无论是身体和精神上的 不得不说 打伤后的汤普森 无论是效率还是防守等 和巅峰期有极大的区别 用户里的话说 他并不认为勇士到了重建的地步 他希望和克莱以及追梦格林 一支并肩战斗中老勇士 按照薪资标准 克莱最高可以和勇士续 前一份四年2.23亿美元的合同 而合同最后一年 薪资会突破6000万级别 但就在勇士球迷最担心的时候 克莱透过勇士随对记者斯拉特正式表态 克莱愿意长留勇士 而且明确表示不会追求鼎心 甚至他都不想给管理层一种 自己想要拿接近鼎心的态度 而铭记谢布尔本也强调 克莱自始自终都不会 以施压勇士管理层鼎心的态度 去和管理层谈判 虽然这个过程并非一蹴而就 勇士管理层希望留住 克莱的态度不变 但是他们同时需要计算球队的未来 保罗只有一年使用权 勇士肯定不会保罗最后一年 价值3080万美元球队选项 不算克莱的薪资 勇士24-25赛季总薪资 预计在1.3亿美元左右 格林在让步 维金斯在让步 如果按照薪资专家霍林格之前的分析 克莱的市场价值在3000万美元左右 勇士虚约也好 去其他球队也罢 克莱很难拿到军薪超过 3500万美元的合同 这样来计算 正如科罗普夫预计的那样 克莱的中奥合同 预计比追梦格林和维金斯略高一些 但年先会和格林保持一致 预计在3年1亿或者4年1.2亿左右 这是一个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数字 克莱还是名义上的勇士二当家 勇士整体薪资控制在1.9亿美元左右 未来还要准备续约库明家和穆迪等人 只要克莱认清自己价值 勇士官吏层不会成为 酷汤追三兄弟终老勇士的阻碍 在19年夏天 当克莱交叉人带撕裂的时候 勇士官吏层第一事件给了克莱 一份5年1.9亿美元的超级顶性合同 包括第二年跟剑断裂 克莱那两年躺着拿了7000万美元 是勇士对于克莱的奖赏 更是尊重 勇士球迷应该都明白 克莱不贪钱 更不贪钱 一个人 一条狗 一艘船 这就是他生活的全部 但克莱最在意的一定是 球队对于他的重视 就像当初经历两年休战后 回归勇士时说的那样 我知道他们爱我 我也爱他们 勇士最大的妥协在于 当库里带队拿到22年总冠军后 一直保持着球队框架的稳定 而克莱的妥协 和维基斯以及格林一样 少拿钱 但是在勇士我们都很开心 比起之前的续约 如今经历过大伤 低谷的克莱 似乎更加成熟了 也更懂得牺牲了 恭喜库里 收获生涯最佳拍档 本赛季是库里和克莱 携手搭档的第13年 是水花兄弟和格林搭档的第12年 风风雨雨 经历了八年四卦 诸就了勇士王朝 最值得珍惜的 并不是那些年站在巅峰 而是当他们老去的时候 还能一起看夕阳 还能一起再拼一把 还能携手走到最后 克莱的续约并不基于一时 但随着克莱的表态 我们终于能说出 勇士三兄弟 可以同时书写多人议程的史诗 只不过很可惜的是 即便克莱愿意降薪 勇士也只能是继续围绕库里 格林 克莱 魏金斯这套阵容搭建 争冠阵容 他们身边的角色球员 基本都是底线球员 新赛季 勇士的开支已经超过了4亿美元 他们也是历史首制开销 达到4亿美元的球队 说白了 就是现在勇士直接放弃克莱 把他的合同直接拿掉 勇士的全队工资 依旧超过了工资吗 他们没有任何薪资空间 可以在市场上进行引员 首先是为什么勇士 只能忍痛给格林 4年1亿美元的合同 否则他们无法签下任何人 来弥补格林出走的空缺 话说回来 如果可以的话 勇士宁可希望克莱 有争取顶薪的资本 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新资空间 已经被毒死的前提下 如果克莱没有受过伤 状态依旧在巅峰 攻防一体 他在市场上会被众多球队轰抢 勇士肯定也愿意 给克莱开出大合同 留他在球队当中 这也意味着勇士的整体实力 会比现在更加出色 可没办法 经历了两个位置的残酷伤病之后 克莱的进攻开始变得不稳定 关键他防守 不再能从一号位防到四号位 面对速度快 节奏好的后卫 克莱的脚步会显得很挣扎 然后另外一边 集结在如火如突进行 但有一支球队容易被遗忘 就是快船 快船进前赛前两场都打绝世 一胜一负 但暗藏玄机 我们从威少说起 威少进前在第一场没打 第二场打了15分钟 一头零重 拿到五篮板三助攻二抢断 还有三次失误 再上精神14分 仅次于伦纳德和乔治 单场比赛出手一次 这是威少职业生涯以来第一次 当记者带着一问询问道 你之前也和詹姆斯浓妹搭档 如今和伦纳德乔治搭档 你们好像能做更多的事 你能在球队哪些方面贡献自己 威少之言 我必须减少自己的出手 我能在防守端贡献能量 推进节奏组织进攻 我知道如何将球队连接在一起 因为我们有伦纳德和乔治 在过去几个月 威少可以说正是完成自己生涯最大转折 从一名球星 到一名普通的后卫 去年夏天 当所有洛杉矶媒体都在建议胡人送走威少时 威少悄悄执行了自己价值 4706万美元的球员选项 薪资比老瞻和浓眉都要高 而胡人最终也在交易截止日前 将威少送到爵士 被买断后底薪加盟快船 上赛季加盟快船后 威少常规赛场均15.8分4.9篮板7.6主攻 两项命中率48.9%加35.6% 军比胡人时期提升不少41.7%加29.6% 而到了季后赛 威少场均23.6分7.6篮板7.4主攻 当乔治和伦纳德先后倒下 威少阵使孤军奋战对抗太阳双巨头布克和杜兰特 但独目难知 紧下自由市场开启后 威少和快船完成一份一加一合同 新赛季384万美元 第二年403万美元的球员选项 威少在媒体日上说了这么一句话 前队我来说不是最重要的 我知道在这里我的角色是什么 我想留在快船 拿着底心 却在迷你训练营中 给所有队友送最好的手机 人手一个 正如泰伦鲁所言 威少从来到快船后 就扮演起领袖角色 他知道在沉默寡言的伦纳德和乔治身边 如何才能凝聚起这支球队 而且自打威少来到球队 伦纳德都经常露出久违的笑容 拿威少为何在新赛季首效 只有一次出手 三个方面原因 其一 泰伦鲁和胡人的沃格尔 以及哈姆不一样 泰伦鲁虽然和超级巨星关系都很好 但是他是一位非常遵循规矩的主帅 超级巨星有场上特权 但普通球员没有 简单来说 伦纳德吃球 无论怎么进攻终结 都合理 不会有人指责甚至质疑 可是其他人可不行 从上赛基金后赛起 威少就发生显著变化 外线尝试三分 基本是填点位 冲击篮下 身边至少有一个坚硬点 而不是每回合都抢起攻况 有可能失误 其余时间 不是威少的位置 不是威少的球权 威少基本是不会投的 其二 威少自己的态度 短短几个月 降薪接近4300万美元 从球队绝对核心 到哪底薪 任何人都会有心理落差 但威少这种主动改变自己的方式 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过渡 我不再是终结点之一 一定要给队友创造最好的机会 基本上每一回合 都摇过伦纳德的手 最后 威少也已经35岁了 他的体能在下滑 他把那么多无效进攻耗费的能量 用在了防守端 实话实说 在乎人的一年多时间 在詹姆斯身边 威少都改变不了自己 也许是球队薪资表上的数字在作怪 拿着4000多万美元 威少作为一名责任感非常强的球员 他知道自己需要权力得分 但是他从来都不是稳定投手 而在快船 他拿到手的就是底薪 但和忽人不一样的是 从商赛季来到快船起 乔治也好 伦纳德也好 都在胜达威少时球队核心 是更衣式的绝对领袖 或许威少最在意的并不是自己能拿多少钱 而是自己能否得到尊重 或许恰恰是小卡这种比较内敛的核心 更适合满足威少精神需求 哪怕威少主动牺牲自己的数据 只要伦纳德和乔治保持健康状态 新赛季这只快船会非常可怕 他们同时也在等待最后一个拼图 哈登 正如威少自己所言 纵冠军不再是唯一追求 希望他余下生涯能够开心走完这一程 我让你来这一程 我让你来这个装处